这次我们的目标是用if statement在正确的地方collect jam 和在正确的地方往左转 所以我要先做一个loop 因为我要用if statement 如果用if statement的话 那最好用loop 所以我的number是16 因为这里总共有12个格子 加上这四个jam 因为你可能会看到 这四个jam每次都 只要在这四个jam上面 都是要往左转一次 所以是16 我的code是if is on jam 我要它collect jam 然后turn left 它collect jam 然后就往左转 在这里也是collect jam 然后就往左转 现在我要加一个else else 如果它不在这个jam上面的话 这个就是else的意思 我的code就是move forward 你如果要用else的话 你可能得把这个字打出来 然后我看 现在我要run 现在我要run 。 像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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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这个为什么是16不是15呢 因为我这里也要算一个 所以其实我只是加3而已 这里再算一个 就是13加3对于16